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先万万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烈士报仇 周公来在电报中说 全国军界人士莫不一致认为他的死 对抗日战争是不肯弥补的损失 1905年3月15日 左权出生在湖南李陵的普通农家 他先在广州陆军讲武堂学习 1924年转入黄埔军校一期 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左权于1930年回到江西中央租去 任同武军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 左权把这支起义部队改造成人民军队 恭敬张周后 没拿群种一针一血 受得毛泽东表扬 左权虽然吃过洋面包 却非常理解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写了大量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论著 被中央评价被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 创造人之一 毛泽东趁左权是我的湖南小老乡 对之为爱讲非常信任和重用 1936年8月 毛泽东任命左权代理红衣军团军团长 西安事变后 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 杨虎城要求派一位军事专家共商保卫 毛泽东选择了左权 红军改编八路军 讨论副参谋常人选时 毛泽东力排重议 让32岁的左权任此职 以后左权又担任了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 兼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 协助朱德 彭德怀指挥八路军 1942年5月25日 数万日军将八路军总部包围在山西辽县 马田以东南爱浦一带 英北还有后方机关 北方局 党校 新华日报社等数千人 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参谋长 左权决定分路突围 左权在掩护突围时不幸重大 牺牲在辽县十字岭 年仅37岁 从苏联治病归来 不久的林彪得知左权牺牲 悲痛异常 连夜写下到左权同志的常诗 以林肖的 黎明发表在1942年6月19日 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林彪的唯一常诗 林彪曾当面念给左权的夫人刘志兰天 毛泽东批准后葬左权 八路军总部在河北设县莲花山 下为左权修墓 彭德怀撰写墓志明 1942年10月10日 五零零零军民为左权下葬 也占政治部主任罗瑞欣在幕前斩钉截铁地说 给列室行礼并没有完事 今后还要做三件事讲 第一件事是报仇 第二件事报仇 第三件还是报仇 当场有500多热血青年报名参军 1946年 河北邯郸已解放 毛泽东就批准建立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 魏中心的禁记录于列室陵园 1951年11月1日 毛泽东在返回北京的途中 特意在邯郸下车 到禁记录于列室陵园 左权墓前脱帽致哀 毛主席选墓指 彭德怀写墓志明 林彪写事悼念 可见左权将军在红军中的地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周权银人